他不太胆 你擦我里面 你擦擦一下 买贵的衣服 等千多块钱吧 买了个华尔批词 感觉花了很多钱 买楼 县城里边60多万 全款 我45 就是这么多年对自己来说 最高的一个奖赏了 我今年44 我愤怒的年龄嘛 对不对 最奢侈的事情是跟一个 比我小了大概四五岁的男孩谈恋爱 22岁 我没有谈过恋爱 可能长得太丑了 最奢侈的事情 一整天 手机都不响 睡觉 这样半夜还 两三年 还有人讨论工作的群里面 我的妈呀 他们都不睡觉吗 可能就是出去读书吧 因为花的钱多 坐那个飞机吧 七八百吧 就是大学以前 在家的事 就是奢侈了 我还种麦子啦 搬玉米啦 啥子呀 特别好 家里有点急事 我爸住院了 肯定得付出一切了 是吧 真是孝心 感觉长得越大越不好 没小时快乐 烦恼太多嘛 就找工作呀 现在刚毕业 工作有点难找呀 我一直干保洁 就是我没文化嘛 我没上学 小的时候就让男孩上学 其实 就是不让女孩上学 我最奢侈的应该是 我小的时候 父母不管在什么艰苦的条件下 让我完成了学业 我当时念的是中砖 核酸 毕业的时候赶到全国下岗 完了就没有正式的从事那种行业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用力地吸一口气啊 你会觉得这种感觉是你之前多么奢望的 呼吸好像大家就在 没有会不用可以提起这件事情 大家每个人每天都要去做的事情 但对于我们而言来说 那么的难得 那么的珍贵 生老病死 喜怒哀乐 爱恨情仇 你好 就在去年的时候 我十月份的时候我昏迷了 我有长达十四天的昏迷 医生就不停地跟我妈妈谈话 假设我第十五天再醒不过来 有可能就宣布我要脑死亡了 所以我在第十四天晚上就醒过来了 我觉得这比中彩票的概率还要低 就是我们这个病是四十万分之一嘛 但是如果只发生在肺的话 又是十分之一 这四十万分之一再十分之一 光这三个字母我都觉得 完全改写了我后面的命运了 它就是一个基因突变导致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基因突变选择的是我 突然有一天接到医院这边来电话 说那边有合适的要捐献了 等到了是很惊讶 哇 这么快就等到了 对方是在广西桂林里 她是因为放牛 然后摔下山然后死亡 然后由于年龄很相近 她比我小几岁 然后说身高 虽然是个男孩子 但是跟我很很接近 那是你第一次听说她的情况 对 是第一次听说 我醒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睡了很长时间 院长啊 我的主人他们都站在我的床尾嘛 然后就跟我打招呼 然后我就说谢谢大家 我就觉得我活不过来了嘛 然后说让我尝试一下自己 有新的费呼吸的感觉 能够靠她呼吸 然后不喘嘛 然后那个感觉非常好 这才意识到 哦 原来新费 在我身体里面工作了 然后晚上会在一个人的时候 在病床里面躺着的时候会想 还是很奇妙的 就是别人的费 然后放在我的身体里 那是什么感觉呢 联想到她的时候 我觉得多了一个隐形的朋友吧 你的印象里有一个 这个放牛小弟的一个形象吗 会幻想她的样子 在山里面放牛的孩子 应该是黑黑的壮壮的 然后应该是一个很朴实的孩子 然后应该也挺爱笑的 无法见面的放牛小弟 你好 今天是你的双肺 与我共同生活一周年的日子 至今 我倒很感谢你的家人 他们的善意之举救了我 而你的生命 也在不同的人身上延续 放牛小弟 我们约定吧 每一年的今天 我倒给你写一封信 说说我们共同经历的时光 希望这封信能有三封 五封 十封 越来越多 希望我们能融洽相处 我会好好爱惜 再次谢谢你 感恩的姐姐 我出现了一些药物的反应 我那个时候是有24小时 不间断的偶图 我觉得我撑不下去了 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偷懒一下 或者我真的疼得受不了的时候 我会心里问问她 我可不可以放弃一下 我可不可以休息一下 或者我真的好累啊 我真的好疼啊 会好一点吗 会好一些 因为会觉得 比起我的疼痛 来说她已经不在了 死亡这件事情 在死亡面前 在生命面前 所有的疼痛都不足一提 真的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情 因为有的时候 你就用力地吸一口气 你会觉得 这种感觉 是你之前多么奢望的 呼吸好像大家就在 不用可以提起一些事情 大家每个人 每天都要去做的事情 但对于我们而言来说 那么地难得 那么地珍贵 亲爱的放牛小弟 今天是我与你的双肺 共处的第二年 我很珍惜你的肺 真的可以用 如获至宝来形容 医生严令尽止的事情 我一次也不会去尝试 对自己负责 就是对你最好的报答 今年我也终于有机会 带你去感受武汉的江滩 香港的繁华 你陪着我去上课 去唱歌 去健身 去写作 与有价值的人 共同成长 我想活得久一点 带你去干 更好的世界 不曾忘记你的姐姐 在心里受想过 比如这个放牛小弟 他原本的那个人生轨迹 会是什么样 如果没有 这个变故的话 他可能就在他们当地读读书 然后 再厉害一些 能够走出他们的那个山里 如果他不能走出 也就一辈子 放牛 结婚 生子 安安稳稳的小生活 似乎也是在戴着他的眼睛 在做这些事 是的 我愿意戴着他的肺 去看更好的世界 身边有很多病友 都在第三年的时候去世了 我有很要好的几个病友 他们也在那一年走掉了 那听到这张消息 会让你特紧张吗 我们每一个人到最后 都会慢心排意的 只不过或早或晚 就目前好像我们知道的 活得最长的有15年 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上方悬了一柄剑 不知道它会不会掉下来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下雨会不会轮到我了 那我该怎么办 很无助的 是很无助的 就在去年的时候 我有长达14天的昏迷 假设我第15天再醒不过来 有可能就宣布我要脑死亡了 没有抱特别大的希望了 但是我父母的 他们觉得我这一路走过来 他们相信我的精神力量 相信我的意志力是能扛过来的 所以我在第14天晚上就醒过来了 同甘共苦的放牛小弟 请原谅我的软弱 就在几天前 我以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力气给你写信 第三年了 事情并没有朝着所有人预期 那般美好的发展下去 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医院急诊 三年像一个魔咒 我多么害怕连累到你 放牛小弟 即便我常嚷着要放弃 但也坚持到了今天 心里还是有万般不舍与不甘吧 倘若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 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双肺移植手术 人类在追求爱 自由与幸福这些事上 从没有停下过脚步 这三年 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 加入器官均线的队伍 我由衷高兴 这些人和放牛小弟并肩 携手医护人员 带领我们抗争病魔 这种大爱超约孤独与死亡 这封信写了一些残酷的真相 是因为我相信 我们的现实怎样 乐观热爱生活的人 会一如既往 这次醒过来之后 就和之前又不一样了 我会觉得生命真的太无常了 所以更加地要去 抓一切的机会 去做一些我能做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六月份的时候参加运动会 就是这个原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privileg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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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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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